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求下類各組點尖的距離 我們看第一小題 A1B1的距離 那就帶那個距離公式 這個減這個 負6減負2 就是負4 平方這樣多少 3減3是0 所以他是4 第二小題 這個的話就知道 這就是Y坐標一樣 所以他們的距離 就等X坐標的距離 也就是事實上 這AB等多少 AB這個距離等多少 是等於絕對值負2 減掉負6 也是等於這個 這個的話 這個是4 4的平方 開正號以後還是4 這兩種算法都一樣 再我們看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的話 CD 你懂事 4減4 4減4的平方 加多事 0減7或7減0一樣 知道 這是7的平方開根號是7的 或者說 你CD的話 因為他的X坐標一樣 所以他的距離 是等於說 沒有 剛剛我講錯 這是Y坐標一樣 所以他的距離 就等於 X坐標 他的差 一個是負6 也很負2 也很負2 那這等於4 另外這個的話 他也是坐標一樣 所以這等於外坐標的差 一個是7 一個是0 一減的話是7 所以這等於 絕對值齁 7減0 7減0 等於7 這樣算也可以 這樣算也可以 不過這樣算是比較一般 反正的話 我每一體都是套這個公司 就對了 所以第一體是4 第二體是7